宣布参选大安区立委的罗志强 3月2号前去点亮基金会拜访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罗志强开心地表示 又听到了韩国瑜爽朗的笑声 让午后的咖啡茶叙充满了正能量 罗志强表示韩国瑜聊起 这些年投入公益关怀的心情 让他非常敬佩他对于台湾的热爱及行动力 至于他要进入国会扩大服务 韩国瑜也给予鼓励 他也不忘提醒要多为弱势团体发声 许多人都关心韩国瑜的下一步 罗志强说韩国瑜现在念资在资的就是苦民所苦 全心关注在需要帮助的人们身上 似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公益服务上 的确这块土地真的需要更多的光与爱来点亮台湾